又有玻璃橋開放了 河南南洋第一座悬空玻璃橋 吸引民眾前來試膽 沒想到卻出現這種場景 有人閉著眼睛 有人用衣服蒙著頭 要人牽著才能走過 場面笑料百出 不過對於膽子大的人來說 光是走過悬空玻璃 已經不夠刺激 重慶萬聖的景區 這座號稱中國最危險的鞦韆 就建在懸崖邊上 讓你可以體驗300公尺高空 蕩鞦韆的快感 這座澳陶記主題公園 今年出彩剛剛落成的天空懸狼 就是從300米高的懸崖邊上 打造出A字形的懸空步道 通體沒有樑柱 只靠著十幾根鋼索拉住橋深 橋深向外伸出80多公尺 甚至比美國大峽谷的玻璃步道還長 打破金石紀錄 此外還有金屬鋼梁隔空步道 最大間距足足有30公分 有遊客走到一半忍不住趴下來 不敢繼續前進真的是步步驚心 記者綜合報導 火車 専門拐 火車 専門宣傳